台東尼佛工場要關門 樂主協商更多月 今天進行頭一次的大型改革的共濟協商 工會生完後早起是要求公司 就要拿出生意 提款保障的條件 樂東救馬盟公司 以照顧樂工做完整 來補充完工的環節 官場補償要再提高 官場補償要再提高 台東尼佛工場 關手案件 協商更多月 公司在上星期五的條件 第一次提出保障方案 不過工會因為 方案內容生意不久 第三 第一次 大型改革共濟協商 又一次集結 要求公司提出生意 若不沒賣毒 提款保障 這補償方案 年資每多一年 是要說 根據 因為我們其實有非常多勞工 是花了四五十年的時間 其實在這裡工作 那再加上這個公司其實並不是不賺錢 工會跟樓團批評 台東以前 違法欠薪四十年 結果 要付欠的工資的時 所以 突然修法建設 這裏當付五年 所欠的工資 支方這邊對於勞方 說那個賠償金不足的部分 有沒有一些說法 占對工會關注保障 提款訴求 公司方便對記者提問 沒有作回應 勞動協是希望公司可以 站在照顧六天的關係 協助六天要有工會 讓他們感應的保障 記者總括報道